我自己收藏真的不多啦 沒有那麼厚雅啦 我就跟一個有錢的姐姐去 這個借了一些珠寶來給大家觀賞 它是一個花的形狀 非常的漂亮 不過它都是用碎鑽 老師綠色的是翡翠 紅色的是 粉紅色的鋼玉 鋼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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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鑽石 姐姐收藏多年 有重大的場合才拿出來戴 我覺得它是相當不錯的一個設計 這就是工藝 我覺得不錯 一般像這樣的馬眼形的寶石 要好好的 就是兩頭肩的寶石 要好好的運用 還真不容易 哪邊是兩頭肩嗎 這個花瓣就是兩頭肩的 那平常我們的這種戒指 除非是那種五顆啦 十顆啦的大鑽石 會顯得很漂亮 以外的馬眼形的寶石 通常在珠寶設計裡面 它是一個很 就是一個小小的缺點 不容易做到很漂亮 不過我覺得它做的花 一半一半一半做起來 對啊 很力氣 就像太陽花的感覺 很精緻 工很細 我覺得真的不錯 對 所以它利用馬眼形的那種造型 反而把它做花瓣 對 很成功 效果也很好 拿到葉子 綠色的翡翠 做起來我就覺得這個厲害了 買多少錢 你朋友 它說好像也五十幾萬吧 就是幾十萬啦 幾十萬 那我們當然 我們估計就是說 假設您現在想要擁有 這樣一件珠寶 想要擁有 大概要花多少錢才能夠 然後去珠寶店跟他講說 我大概要做一個大小的比例 然後再加上珠寶店 他願意可以賣你多少 我看這樣的價錢是可以的 好 來 我們來見價 請見價 你又給我打 打七折 有沒有打七折 為什麼你今天都這樣唱衰我的書 哎唷 對 K金 K金五千 對不對 一錢多少 對不對 這兩萬多塊 可是它有設計在裡頭 對啊 你現在就拍個照Copy 設計是無價的 對啊 現在是民國幾年了 這幾年前的事情就算了 不要講 這分盤就攤體掉了 對不對 攤體 攤體 不能增值 還攤體 因為通常這種設計款 就是說 它有時候有當代的 時代的那種集體記憶 就這個記憶 這樣的一個設計款 現在不會很多人想要青睞 想要擁有 你是管我講的 我講的 我講的 夠完轉了 所以你也一直說 不會有嗎 太老塊 太老塊 是啦 我姐姐說 那老師來講一下 這個款式 大概是23年前 又抽一刀 你看它要更狠 等一下我姐姐說 23年前 這一個香港的這家工廠 大概 這家工廠大概全世界賣了1000支 連量都有了 你連哪一家工廠做的 你都知道 我朋友 你朋友 這一個款式它是量化的 但是它賣出來的珠寶店 譬如說台北的話 我可能就是 東區我賣一家珠寶店 然後西門甸那邊賣一家珠寶店 然後天母賣一家珠寶店 然後全台灣各縣市 我就是每一個縣市比較大的珠寶店 我就賣一家就好了 特別讓你在這條路上逛街 對 整條樓每一間都要逛 而且這家工廠它還有賣給 文萊的皇室家族 馬來西亞的皇室家族 你是很厲害的 還有賣到杜拜去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的代工廠 所以那也是一家很厲害的廠 很厲害 半島酒店這樣樓梯上去 就是他們的 那他估30幾萬是不是太少了 其實30幾萬我們這樣講 就是說他本身他的工 他的工還有他的用賺 因為他是做批發的 所以他的用賺都不是最頂級的 只是他的物件做起來就是漂亮 就是漂亮 那其實這個物件有可能是只有14K而已 有可能 因為那個年代大家都做14K 那你問你來顧你顧多少 會高一點點 但是不會太多 說一下 因為他有量化 我告訴你他有一個量化 他沒有辦法再加上去 而且你看他那些翡翠路薄片 那你要叫我講多少 我們進入下一件好了 我本來想請他幫忙 就是他越講 對啊 真是的 你們這個暗器洶湧